三天的连续假期目前接连东部到外线市的铁路运输 玉里站到副里站已经修复通车了 玉里警分局为了维持玉里副里着西南区三乡镇的交通盛畅 12月31号到1月2号 依据辖区的交通状况 规划了警力在易拥色路段编排交通疏导 还有测速记查 维护民众出游的安全 112年元旦年假有三天的连续假期 目前连接东部至外线市的铁路运输 玉里站到副里站已经修复通车 玉里分局为了维持玉里副里着西南区三个乡镇的交通顺畅 从12月31号到1月2号为止 依据辖区内的交通状况 规划警力在易拥赛路段编排交通疏导以及测速记查 来维护民众出游安全 上午每分钟车流大约50至60辆左右 由于各县市均有举办跨年晚会 因此预估车流应该在中午过后会涌现 台九县总共有五处容易拥塞路口 其中包含了大与国小的前路口 副里无江村安通路口 东里村大庄路口 竹东村东竹学校圆路口 石排村石排路口 如果南北车潮暴增发生回堵时 请各位用路人可以行驶替代道路 另外玉里大桥因918地震受损 目前仅有北侧桥梁双线通行 警方也部署了相关警力 来确保原难延假期间的交通顺畅 而玉里大桥目前封闭南下车道 仍然维持单桥双线通行 请行经民众减速慢行 不要超车 也请返乡过节的民众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 并且遵从警方的疏导作为 记者沟通双卓西玉里采访报道